不過等一下我要先問一下大清委員 因為接下來朱立倫在接下來黨主席之後 他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因為可以說是百費待取 除了黨內的改革之外 他就是對外的一些包含的活動 還有像是10月23號的3Q活動 罷免陳柏惟的投票 還有接下來有四項的公投 12月18號的重啟核四 珍愛藻礁反萊豬 還有公投榜大選的 這個四項的公投的部分 另外接下來重點的就是 明年的九合一的選舉 選舉的結果 當然我們先看到2018年選舉結果 國民黨只拿下的14席 民進黨7席 民眾黨是1席 國民黨14席 其實是占了非常大的多數 只能保得住 明年朱立倫是一個非常重要 他的角色 怎麼樣的帶領國民黨 所以你怎麼看 當然最重要就是2024的總統大選 這是最後的一戰 大清委員怎麼看 朱立倫他接下來 怎麼帶領國民黨 對 我在想說 其實剛才淑芬講的這四件事情 對朱立倫主席來說 最急迫的是前兩件 就2022跟2024 如果前兩件任務沒有達成 那就不要再談後面的狀況了 所以這一次的黨主席選舉 結束之後 當然身為一個黨主席當選人 朱立倫主席最重要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團結國民黨 先把在這一次選舉過程當中 所造成的裂痕 造成的傷痕 要盡最大的誠意來進行彌補 彌補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一點都不難 重用其他三位 黨內的競選同志就好了 重用他們的主張 重用他們的功能 重用他們的特質 我覺得其實這三位 他的競爭者 都是非常優秀的黨內同志 可以扮演未來國民黨內 各式各樣的角色 接下來要看到的第一個 我們馬上面臨著10月23號 是3Q活動 那麼3Q其實因為 他是民權團體發動的 所以國民黨只能夠站在一個 協助的立場 就是我們通常針對 所謂的罷免案 國民黨沒有直接介入的案例 大部分都是站在一個 協助的立場 不管是在我們桃園罷免王浩宇 或者是其他的後續的罷免案 我所瞭解的是 其實3Q罷免案 其實已經到了一個 很成熟的階段了 那麼顏寬恒也投入了 最大的力量去協助民間團體 如果再加上江啟成 主席的一臂之力 那麼當然朱立倫這個主席 要能夠完成這樣的一個任務 我相信並不困難 但是現在對國民黨來說 比較大的挑戰是四項公投 就原本的四項公投的氣勢 一直都是在國民黨這邊 所以民進黨是處於弱勢的 但是因為本土疫情爆發之後 整個的局勢跟重心做了改變 所以很多公投當時的論述跟主張 在過去這麼長的幾個月的 疫情對抗的過程當中 大家慢慢的淡忘了 所以如何要重新凝聚 台灣人民的共識跟熱情 來面對今年年底的這四項公投 我覺得是現在朱立倫主席 要馬上認真來規劃跟處理的 因為原本的這四項公投 對國民黨來講 我們認為我們是一定一戰而勝的 但是經過了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折騰 到底在今年底的 這樣公投的狀況之下 我們還能不能夠維持當時的優勢 我認為可能還需要 我們新任的黨主席 花更多的力氣來進行 不管是理念的宣導 或者是文宣的工作 甚至是相關基層的動員 因為畢竟民進黨 已經投入了一定的資源 在四項公投了 四項公投是決定了 民進黨跟國民黨真正2022 2024的前哨戰 所以這場四項公投 對民進黨有不可輸的壓力 對國民黨也有必須贏的壓力 不…